今天早上看到一位年輕人 其實這位年輕人 我猜我本身都看了他很多年 是一個相當有想法的年輕人 他現在身在英國 他出席了彭定康分爵的申書發布會 他講到聲淚俱下 他說沒任的香港總督彭定康分爵 7.1.25周年 在倫敦舉行了申書發布會和分享會 他直斥現在的香港已經成為恐怖警察的社會 仍然在香港的香港人需要準備好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轉變 這次活動是由香港監察主辦出席四百多人幾乎坐滿整個禮堂 絕大部分都是英港人 即是說是英國的香港人 78歲的彭定康出場和上台 現場都掌聲如雷 彭定康的開場白 說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前後兩天到香港都沒有過夜 因為懼怕入侵的人更加因為不知道何謂榮光香港 他提到新書的香港日記是整理了很多很多的資料下所寫成的 記錄在任時的點滴和事實 對於香港被揣改歷史 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而是被佔領的 彭定康更加說真正佔領香港的那些人就是逃避共產黨的難民 他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為例 他指中共懼怕的就是陳芳安生、黎智英、李柱銘這種人 因為他們知道中共如何破壞香港 他們不選擇離開 也是中共最痛恨的一點 彭定康笑笑口說新任特首李家超 只是一個普通的警察 但做到香港之首 因為現時中國治下只是想愛國者治港 而共產黨底下的愛國者是要愛黨 香港已經成為恐怖的警察社會 他寄予仍然在香港的香港人 要準備好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轉變 在場人士問到香港人 透過BNO簽證移居的大學生 未能以本地學生身份交本地的學費 彭定康說他已經去信政府 以求將香港學生和烏克蘭難民看齊 交本地學生和烏克蘭難民看齊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BNO都可以獨立地申請簽證 他更加說 香港到今時今日離開了香港25年 依然為香港做盡所有 我真是很想有沒有機會 但香港不會出的 不知台灣會不會出 但這本書在台灣一定沒有什麼銷路 我不知道中譯本會不會有 我希望我能夠擁有一本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itchcock 大飛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